针对今天报载下水道缆线副挂 市府11月底前将会完成撤除 公务局长在今天特别说明 11月底前是要完成全市的下水道缆线清查 而不是撤除 主要是希望业者能够配合全市的宽屏管道建设 将缆线布建到宽屏管道里 这部分业者已经积极配合市府的规划 持续进行中 每当地方上游测沟下水道挖卖工程 或是台电仪电线杆相关作业 各缆线业者收到通知 都会在第一时间配合缆线的清诊以及改线作业 对于业者来说这都是家常便饭的事 每一次的改线工程 都是缆线业者经营成本的支出 最主要是因为没有直达家户的共同管线 可以布置缆线 为了提供各项民生用户服务 政府才会制定占行条例 让业者的缆线附挂在下水道以及测沟 的占行做法得以合法 对于媒体刊出缆线挂下水道 11月底前撤除完毕 公务局长黄志峰则是特别澄清 11月底是完成清查而不是撤除 全市测沟附挂缆线 今年开始全面的进行清查 每三个月为一阶段清查出来的结果 会送给各区公所核对他们现在的 附挂的合约数量是否正确 如果有不足之处就会请业者补缴费用 那这个整个工作清查的工作会在今年11月底完成 密布的缆线时常会引起淹水或是垃圾堆积的问题 但却也是民众想用各项电信 视讯或是上网服务所必须要的建设 市府积极扩建宽屏共同管道 业者自然也是乐于配合 因为这能够减少业者的缆线损坏几率 降低经营成本 但是相关的一些工程上的专业需求以及时间点 各缆线业者不尽相同 还需要多加沟通与协商 那目前北桃源这边的缆线 大概有三分之一都已经有进了M管道 那目前还没有进M管道 在侧沟下水道的部分 我们也积极请市府这边开协调会 来协商如何来进去M管道来施工 那这部分还要请市府这边帮忙协助处理 罗漏的缆线常受到天灾人祸的影响而受损 更时常背负破坏市容观瞻的罪名 但其中还有许多是民众私自拉设的电线 或是监视录影器材的缆线 广设宽屏共同管道 是恢复市容很重要的建设 缆线业者将会持续配合 提高宽屏共同管道入管率 桃源有线新闻 严浩轩桃源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